他的名字是叫做《通透的女体》 是艺术家George Condell 于2009年创作的一副上辰家作 George Condell在2000年年末的时候 创作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系列 叫做《Drawing Paintings》 对于艺术家来讲 他的职业生涯非常成熟 几乎是到了一个巅峰的时刻 他打破了素描和油画的两个界线 把素描和油画完全地混在了一起 看到这幅画作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很多艺术家 有一气呵成的很流畅的线条 有一些时候他画得很快 有些时候他画得非常慢 然后再混合了油料 以及不同的一些素描的创作方法 特别特别地有意思 在创作的时候可以看到 他很多时候就是把作品涂抹掉 然后再添加 再修改 再涂抹 再添加 再修改 这是一个非常劳生伯格式的创作方法 George Condor他曾经说过 他的这些具象的作品 当他创作的时候 他不只是看到一些人的躯体 一些美丽的线条 他更想表达的是一个意识 一个知觉的一个存在 看着这个作品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到 看到很多的艺术史的一个融合 你可以看到古典主义那些经典的元素 你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卡通的 一些荒诞的一些戏剧性的表达 你可以看到毕加索 他的玫瑰时期 甚至是戴着烟斗的男孩 你也可以看到毕加索 立体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 《耀威农的少女们》 当然更不用说的就是 有很多古典油画元素的 集中的一个体型而已 包括达芬奇 甚至是可以看到一些马奈的影子 所以这一件画作是 它的一个视觉元素是非常非常的豐富 对于我个人来讲 让我心动的一个是 这个作品不光是可以看到 很多艺术史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当然还有也特别很强烈的表 反映了一个艺术家 对他跟音乐的一个历史和一个关系 可以看到抽象表现主义 可以看到古典主义 可以看到爵士乐的即兴创作 可以看到古典乐的variations 所以那就是这一件作品 为什么是会那么难得 有没有什么样的 发展章里面 尤其是不一样的 没有什么样的 那么有没有什么样的 有没有什么样的 像中文字节